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假日该怎么找你呢 等等 别过来 先说街头暗号 啊 这个 我忘了 陆长老三令五声的暗语也能忘 他莫不是假扮的吧 浩泰干什么 我都还没怀疑你 你倒想怪伤我啦 算了 先不提这个啦 一起喝酒吗 喝酒 莫非是想把我灌醉之后 再不费吹归之力将我斩杀 怎么 真不准备来跟我喝两口 那我可自己喝啦 这熟悉的豪迈灌酒姿势 难道是真师姐 师姐 先别喝啦 禁地之中危险重重 要是你醉了 遇到其他先门的弟子可就麻烦了 小看我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喝醉 难道你小子忘了当初 怎么被我喝趴下的吗 气的 气的 大师姐这又菜又爱玩的行为 别人还真装不来 师姐 真的不能再喝啦 不要 不要 关给我吧 这师姐根本就不听劝 若是真叫他一夜孤行下去 恐怕要出大问题 只好再用那招啦 师姐 对不住啦 这刚一进来就摊上这么个祖宗 都快赶上带孩子啦 师兄 前方有一位大成奇修士灵力激荡 估计是受了重伤哦 我也感受到了 若是我们现在出手 必能将他们拿下 今日他们遇上我俩 算他们倒霉 有七夕冲这里过来了 好快 这七夕来势汹汹 不像是同门弟子 凶我也远在我之上 还是先把世界给藏起来再说 别躲躲藏藏了 出来吧 哎呀 师兄 我们竟然被这小子发现了 哼 我当谁呢 原来是无定仙门的弟子吧 嘿嘿 你那个大成奇的同伴呢 不会是把你抛下了吧 多管闲事 还是先过我这关再提别人吧 哟 区区化神器的废物啊 口气倒不响 那我就先拿你开刀 师兄且慢 你先不要动手 上我来陪着化神器的小子 好好玩玩 我说小师弟 你就别反抗了 你若是将姐姐哄得开心了 请许我还能放了你 唉 我也想的 你若是长得好看一点 我还能考虑一下 可惜 你找死 你的动作太慢了 这股力量 好强 他不过是化神器的修为 怎会爆发如此强悍的力量 致病 你要他命 为何毫无反应 难道是残影 这 竟然已经远了 我也没这么用力啊 到底是大成奇修饰太弱 还是这宝贝太厉害 这 这不可能 混蛋 我今天必要将你碎石挽断 替我师妹爆炸 你以为你躲得掉吗 这人修为远在那女修之上 看来要认真对待了 顶来 为何感觉修为突然惊近了一切 难道是顶的作用吗 像你这种修为的废伍 有多少法宝也无济于世 都是死路一条 大话可别说得太早 毕竟你的师妹就是这么死的 这股力量 这不可能 又是一招秒了 看来你们宗派的大成奇也不过如此 连我这个化神奇的弟子都打不过 真是够丢人的 可恶 别挣扎了 你若是求饶 兴许我还能放你吗 哼 要不是有两件破法宝 就凭你一个化神奇的垃圾 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这顶怎么又突然飞走了 他该不会是想 喂喂 大顶哥 你别冲动啊 看来他听不得别人说他的坏话呀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化境高手 少年宗师啊 阴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嘿嘿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哼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就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资 就连斗雀功的古鲁丁峰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十 那就只能灭足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手上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邪鬼 胜面 刚 解锁末世的九十九个女主 世人都说玄家玄虹武功在世 你是说玄姬和那个叫阴姬的女子纠结了 别 何时才能为您报告